好,大家開始聽之前,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都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好,我是飛龍,今天會和影評人 C狼一齊講一下死事與狼人的電影 聽說我們在香港開畫的票房已經很厲害 首日香港開畫已經登賞 香港史上三級電影開畫票房No.1 以及202.40細片開畫票房No.1 聽說開畫票房已經有500萬港元 而且本身是星期三開畫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是星期三開畫 因為通常一般電影都是星期四才開畫 另外在美國那邊也很厲害 聽說死事與狼人的電影預告 在2月11日發布的時候 獲取在24小時之內 在不同平台獲得超過 3.65億全球觀看人質 應該是拆新了一個新的建立士世界紀錄 而當中死事與狼人兩位主角 亦同時間獲得建立士版法的 這個紀錄證書 而接下來他們的全球 首星期的開畫 現在一估計 就應該有3.5億美元 如果真的到時有這個票房的話 就是破了全球三級片 首星期最高的票房 其實破也不奇怪 因為在美國那邊 早一個月已經有得預售 所以今年就算香港電影 九龍城寨尖為城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穩打穩摘 拿到香港2024年冠軍的票房 還要看看死事與狼人這套 電影的票房有沒有威脅他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找了私囊一齊說電影 Hello 各位 又是我 私囊 Hello 我們今天是說 死事與狼人 多謝飛龍兄的邀請 又可以跟你說一下電影 這套風頭感到過龍卷風 未想畫大家才興奮 也理解孖虎電影近年的錘势 一直都說平年人失望 這套風頭未想畫大家已經相當受落 加上死事與狼人這個CP群的組合 很受歡迎 我知道北美好像是超過一個月已經有預售 很誇張 普天蓋地 說連北美有些長期是凌晨三點都開 你想想你很瘋 看完電影 即是通宵開車回家 不是說香港 香港都拼了 你現在要看 之後我們錄音時間 但你一時鐘去看 也有戲院 沒錯 好 看完飛龍兄怎樣 我想說 其實 頭兩套我沒有認真地看過 但我第一 我已經錄音了 十分鐘看完所有的劇情 我會知道所有的來靈去物 還有局部性的片段 我網上是有看過的 始終Marvel的大片 尤其是Depwood 奇特的一套電影 因為最初其實Depwood 沒有人看好這套電影是會受得的 但現在變成是Marvel Jesus 你認不認同 是啊 他裏面也說自己是Marvel Jesus 不過我又覺得 不玩一次 很難 今早很明顯大家看完就知道 可以說是一套 群星串場雜感 也都將整個20世紀Fox的超級英雄電影系列致敬 或者叫做有個集體回憶的作品 就轉了一套電影 我一不可再 真的覺得 你說下次 假設再用這一招 我又覺得會有疲倦 未必如這套 那麼受觀眾形容 我自己這樣想 不過我們說之前 是不是都要單聲我們劇透 是啊 我們今次是會劇透的 因為很難不劇透 如果不劇透 整個影評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是啊 如觀眾所料 都是入面很重的寸勝 當然對話王那場 你看那場 我們是全場觀眾尖叫的 什麼角色出現呢 都叫的 是啊 什麼角色出現呢 角色 美國隊長 我打算是原本那個 是啊 到他打算說 Avengers Assemble Assemble 是啊 是啊 還說了第一句 是啊 誰要一變 著火 原來都相對 你問我 新一度可能未必太有這麼明 但我和飛龍兄這樣的年紀 當年 第一套的神奇四合 其實那時候美國隊長都 美雄 坦白說 做一個 就是 世紀四合 變火人的角色 想不到原來是 這個 自己這個角色 就不是 美國隊長 而且又說去 很眼口 原來又很毒舌 的一個人 就是會有這樣的 猜不到的效果 整體整套 死事遇狼人都是充斥了很多 一些很多小的驚喜 包括對白 或者那些笑偉 突破第四面牆 或者自招自己的迪士尼 又自招自己的霍士等等 這些相片 就是有個期望 在這些 嘴炮式的死事 保持到的風格 而且也是 串到滿了 給了觀眾 你想要的東西 包括串回王人 串回王人的演員 什麼都串回 是習慣的 這些連於白 泡法的毒舌對白 有幾棍的 其實很多 我都覺得是不錯的 例如 他一開場 那場戲 就是Logan的地方 對呀 簡直是盧根的 谷歌舞 他拿來打 而且又突出來了 那些動作 我也覺得很利落 他又不算很拖 不過我自己覺得 那個 叫做 終結大波士 可以這樣說 其實實際 沒有得打 沒有跟他打 去到最後 結尾 就沒有打 純粹就爆了 他欺詳了一點 我自己覺得 就是要跟他 一上一 或者二合一 二上一打 會再精彩一些 但應該是沒有得打的 如果他認真打的話 他是自取了 但之前已經有一場自取了 理論上是的 不過我又不是很清楚的 因為他本身這套戲的包裝都是喜劇 所以我也不會說太執著他那些通不通 其中也有一幕他做回槍的 意思是大反派就是那個世界X博士的孖生妹妹 X博士也是可以催眠又可以給你一些幻象 又可以獨心 但如果他中槍他都成功 他都中了槍我都不知道 他應該有少少跟X博士的超能力不是完全一樣的 他好像又有臉動力 他的臉動力要用一隻手摸你才行 不跟X教授可以 是 獨心就要摸 但是他又可以這樣隔空 又控制著狼人 一隻手指就撞開了人 好像又有臉動力 他又沒有說一定要跌的 又不是說金族的 死士都被他一隻手指彈開 我估計是臉動力 但是槍他又不死 所以真的挺屈的 那個角色就是 那個設定就沒得打 是 照進就沒得打 是 今集就特別有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蜘蛛盒跳進蜘蛛宇宙 蒙蛋這麼多種可能的蜘蛛盒 我覺得他有些特徵幽默 就是幽默又串 因為大家理解 蜘蛛盒原本又在Sony 又是Marvel買了 又是一個叫做外積物 再進來MCU 現在迪士尼買了FORCE 又將本身FORCE的變種特工 又收歸回MCU宇宙 特徵又玩了一個 或者是30種的世事出來 還要群抽 那一場是最精彩的 那一場比最後一場更精彩 最後一場比較正老 就是熱血祖 很傳統的熱血祖 純粹好像要找個理由 要收尾結局 反而聚焦 大家最期待的畫面就是 死士對狼人 我自己有一點點失望 為什麼呢 他兩個的打 都是埋身 幫忙抽 打來打去 但最糟糕 都很強調兩個不會死 兩個不會死的人 互相撕殺 血淋淋插來插去 會痛的 會叫的 但打完混戰 大家都沒事的 明知兩個不死身的人 又打那麼久 又好像有一點點 設計一下 不要說在車上 又在方幕上混戰就算了 那裡好像有一點點失望 他那個純粹我覺得是搞爛劇 所以你見他 我想是史無前例 我沒看過一部電影這麼多陰招 哈哈哈哈哈哈 是呀是呀 最多陰招的一部電影 是呀 我打要害呀 那類的那一部 加上之前在不同的 在死士用他的 是呀 是呀 回到過去 是呀 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 就是 回到過去 其實就跟你叫做multi universe 就是那個叫做多元宇宙的概念 其實不是這樣 純粹是同一個宇宙的不同時間線 那這個就是cable的標 但是在這集就說 原來又有這個時間管理局 時間管理局就是邪神樂基的電視劇裡面 那個時間管理局 那他一向有些人都可以隨時開了 走進走出來 那就是無敵的 他可以先穿梭不同時間線 但是去到最後 不是不是最後的 就是中斷又說 原來這個 在這個那個那個 就是科目交東西那裡 都有Dr. Strange都來過 那麼就留下了那隻戒指 那隻戒指 那隻戒指就是Dr. Strange最成名 畫的那個火花 那麼那個火花一向呢 在MCU裡面 只不過是同一個時間線 同一個宇宙裡面 就叫做地點傳珠 就是去不同地方 那麼他在這裡說 我簡直可以用這個去不同的宇宙 這三樣東西的設定 混在一起 我們都不明白怎樣的 我突然間叮了一聲 因為這個Dr. Strange 不是我們的宇宙 就是戒指的功能 未必一模一樣的 是可以這樣補完的 因為他們的Deadpool 都不是每個人的能力 是一模一樣的 是啊 又會笑口齊齊那個 反而是沒有治癒能力的 那個真是搞爛套 那個真是搞笑的 但是特地設計 他拿著他的死屍屁 這樣擋子彈 擋子彈 還要Dancing 叫他講話 你沒事的 你不會死的 然後他的頭也爆了 那一幕是好笑的 全場就是 慢慢有些punch line 一路一路一路這樣笑 那些笑位我覺得是挺準的 商業的計算 也是準成的 加上裡面又有這個 特別有個彩蛋說 他在樂基去不同的宇宙 找奴巾的時候 當中就有超人奴巾 是呀 是呀 他那個彩蛋來的 特地 就是告訴你 我DC王牌人物都請到過來 是呀 沒錯 沒錯 如果你說這裡很多劇頭說 起碼有神奇四口美國隊長 彩蛋一 第二彩蛋有超人 DC的超人 當年也曾經去Casting 就算超人奴巾之後 就說找他做樂人 不過後來又不成志 這裡叫做好圓的彩 去做樂人 那個樣子都OK 狀態十足又大隻 又有霸氣的 另外還有一個彩蛋就是 就是說出在FORCE的TLM英雄裡面 相當令人懷念的角色 如果變種特工系列的 我們有 鞋王 這個又有看 狼人的外傳 什麼武士復仇 第二集狼外傳裡面才出過的 擺盒 就找回那個演員演的 不過當年那個演員好像有點漏爆 肥了一點 肥了一點 很明顯 是啊 脹了一點 不過沒辦法 他拍狼人外傳 現在是十幾年前 他到現在五十歲 他來 四五十那隻 身靈保持不了 難搞 沒辦法的 有這個 另外還猜不到 口說有夜魔盒 但是出夜魔盒的 另一個角色 那個應該叫做黑天使 應該叫做 我不太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 對 之前有導致電影的 如果中文譯 就是做黑天使 應該是 2005年 對 對 因為他用一支 空手套 你有看唐哥 黑天使 那支 那支叫浪 不知道 好像兩支三 那些 出黑天使之外 還有 這個 我覺得有點驚喜 傳了很久會重拍 MCU會有機會重拍的 對 他應該是一定重拍的 不過 現在說是 趁後 沒錯 沒錯 不過 就 好像 找回演 就是 找回演 真的好像有少少年紀 大一些 沒有以前的 沒有什麼所謂 那些時間線 不是一定要 互相 沒錯 沒錯 另外 還有就是 大家一定會想的 就是 是路根 時下山大過之後的版本 那個是不是真的 原本的演員 應該不是 我猜 要按一下 我覺得那個樣子好像 我覺得那個樣子 不是很一樣 其實都已經是 六七年前的電影 大過了又轉樣 也不奇怪 對 有時候一拉高 那個樣子會變 好像我連臉形都覺得 好像不是很像 不過這個我真的要按一下 演員名單 才敢回答 我怕說錯 給大家聽 不過我想說 初步說少少數據 因為其實之前 你不計 Neil Milton 的話 FORCE其實 有關X-Man系列的 應該拍攝成12套電影 這次 有些東西可以自敬得到 之前就重量自敬 另外 初步現在 鼓起的 第一個星期的全球票房 是3.5億美金 如果是這個票房的話 就應該是破了R級 即是他們所謂的 三級電影的全球最高 第一個星期的票房 暫時是這麼猜的 沒錯沒錯 那我確實厲害 因為 又餓了很久 可以這麼說 之前這麼多 套馬虎電影 相對 第五階段 都比較失望 來到這裡 我覺得挺盡的 那些對白和小 是去得挺盡的 不過整體整個故事物獲 其實就很大 很正路 也都很簡單的 一個故事 真的是看前懷 看一些演員 角色火花 如果你說 喜歡那些血腥暴力 嘩 嘩 嘩 刺到爆頭 刺到要害 打爆了 那些 這類爆頭的 就一定滿足到觀眾 我想問一下 如果和上兩集 Deadpool你怎麼排發 我自己看完 可能我對這套 如坊間 你知道今早 盡量我都不會特別留意 我今晚看 因為夜晚看 我盡量想 不想這麼快 被人夾透 但沒辦法 太多訊息 太多人 在網上馬上分享 那麼 驅動說很棒 很多 今天看 我相信很多都是粉絲 粉絲已經是 顧有 已經喜歡這一隊的組合 這樣 說出來又說 維持到風格 好過癮 說挽回第五階段 我可能期望入場 就高一點 而不去就是 例如當 你說去到 當 因為他始終的 玩味感覺都重 我會和MCU 銀河守護隊 這個系列類比 那麼銀河守護隊 雖然 都有點搞笑 有些喜劇 但是 譬如他說 他和他爸爸 就是 藍色那個什麼 是不是叫做 湧度 忘記了 就是 聖雀那個養父 那段情 是最後 鼓檔氣喚牆 之後 一群人一起 葛葬 他有些位置 在銀河手裡 雖然是搞笑少少 但是他中間是有東西觸動的 包括就是說 那麼多集 又有說他的妹妹 就是那個螳螂女 就是中間 他有些東西是觸動的 他做得好的 反而死事系列呢 你問我上一兩集 他上集第二 想做Cable 但是他和Cable的火 反而是弱點 那麼今集 做狼人 其實狼人 又經常說 他背負了很多東西 這個是最失敗的狼人 但是我又不是很覺得他很失敗 他又不是說 在這個宇宙裡面 死了 他又不是 他純粹離開 即是說 回到家 其他的同盟就死了 這樣而已 你也不夠力 去建立一個必劇英雄 他呢 我不知道 我純粹 我想狼人 他只不過和其他狼人比較 是比較失敗的那個 其實狼人本身就不是一個很失敗的 只不過這個是相比 就是失敗的那個 這個相比失敗的 那個力就不是很足夠 看完這套你問我是開心的 很多笑偉的 全場很多這些叫做 一些對白笑偉 或者不知場面 有些意想不到的人 有些角色全場 又有吉祥物 又有搞笑 又有些行濕的 又有髒口 每樣都有 好像落了 誇張的爆谷 但是吃完呢 你說是不是 真的好 會你二冊 三冊 重溫呢 我就沒有這樣衝動 我覺得就相對失望一點 反而我自己真的排會 一二三 你給我排 我都是覺得第一集正的 第一集不是正的 第一集比第二集好 第二集比第三集好 你問我 我自己就圓恐少少 因為第一集 其實我們完全想不到這樣拍 他當時是很低成本去拍一部電影 是啊 沒什麼特技 沒什麼特技 因為他真的沒有什麼錢 是啊 銷售他的嘴炮 純粹是一個男主角的個人演藝 加上他的嘴炮 又玩他怎樣 摸頭摸骨 手都爆了 斷了手 又關上他的手 類似 是一些獨屍嘴炮 這個演藝 就闖出了這個系列 因為我們之前看的那麼久 那些超級英雄都去不了那麼準 以前說那些很低等的超級英雄 都沒有他們那麼嘴炮 是啊 講嘴 講粗口 還有他罵人 那些大英文 如果你說熟那些言語 就知道 罵得很盡 真的很刻薄 很不停的 看這個四次集 加上我猜不到Hill Jackman這樣的歲數 這裏最後竟然有展示這個爆肌 是啊 厲害 這個是驚喜 是啊 我回來這個我覺得真是大彩蛋 其實現在看Hill Jackman 我猜分分鐘60都來 會不會 都接近了 我猜50多 是啊 你想想 有一場直接爆肌 大胸肌 六檔腹肌 大胸肌 真的速度 55歲 我現在看回看 55歲 速度那麼高 真的這些 真的 分分鐘真的速度 三四個月 是為了拍那個速度 因為我平時看他打 腳上衣服他都會漏 他不是全程都很適合的 但當他拍最後有需要爆肌 即是爆上身 赤裸上身那一刻 那個場景是厲害的 整個老未出生的身形很薄的 厲害 這個就厲害 因為那場需要這樣做 如果不是就沒有什麼敬喜 對 加上原來真人穿上卡通最傳統 黃黑色的制服 原來也套上罩 拍了兩隻尖角 就發覺不是想像中那麼難接受 即是Hill Jackman也能夠持有這件衣服 還有他這件衣服其實是動畫那件衣服 他就不是漫畫那件衣服 是的 即是黃黑那一件衣服 因為看動畫 動畫是鮮明的 OK 動畫是世界 變成真人通常都有點修改 即是你的顏色都沒有那麼鮮 或者表面是持有些塑膠 就沒有那麼掃膠 這次又不是真的會掃膠 太好膠衣 好像那些橡皮膠衣 這樣加上那隻角 但是他真的怕不到 我想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現在 James Gun的超人 他這件衣服好像也好過 James Gun那邊的超人那件衣服 網上你有沒有看過 那件衣服我現在很害怕 比別人的角色差 但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那些照片很難說 因為不做後期 因為曾經有過馬鳳那些照片出來 那時候的Iron Man看上去都好像很重 但是出來也不會 加得很甘衣的 所以很難說 做完後期出來可能很棒 知道嗎?是很難說的 這樣吧 不過我看這套真是這麼修得 正如裡面死事都說 沒有啊 比士尼 原本打算拍到盧根圓就完 就是狼人說了還不回歸 現在比士尼叫他回歸 拍到九十歲都拍了 因為他們自己 他們兩個演員 整天私下都經常這樣玩 想不到真的有些老闆 支持他們這樣做 不過這集如果真是見好就收 因為始終你說再用這招 你要銷售那些自敬人物 銷售情懷就用不盡了 因為這集其實你都出不盡了 其實以往你都試過 在Botash Ring多元的宇宙 你都試過 跟Mr.Excel的出來 你代武兵器 你說你讓我今集 如果再出藍色那隻 車部電的 那時候 那個女星 Junia Lawrence Jelifer Lawrence 那角色最驚喜 不過不夠錢 他最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 臨尾出Creddy 有拍到以前的片段 《Force》這麼多 那裡有Jelifer Lawrence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情懷 讓我們看看 其實距離X-Man第一集是2000年 主演已經24年了 24年了 我們想到有哪個超級英雄演到這麼長的 不算Michael Keaton 那些突然下傳 是啊 老來再翻丁 不算 那是翻丁 但他一直繼續演出 一個角色很厲害 他有可能是電影的數目 就是電影的數量 是最多的角色 就是 以《Wolf & Wynn》出現電影來說 他有些人會嚇串 但如果算是嚇串 他應該多於《Ironman》 真的 那三集《X-Man》已經一定有 然後他特別狼人出了兩集外傳 然後再到《Reboot》 《Reboot》當然不是他做的 但《Reboot》出現《Wolf & Wynn》也是他 是啊 是啊 即是他會嚇串出場 嚇串出場 是啊 然後再到《Wolf & Wynn》六集 本身自己連續都六集 即是《Future Pass》他是主角 是啊 是啊 雖然變得真是厲害 很多 是啊 所以想想想想 劉伯唐尼才突然說 他不排除自己也會回來 即是他現在這一套 他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他現在我們見到這個《Wolf & Wynn》 就不是我們這麼多年見到的《Wolf & Wynn》 其實是另一個世界的《Wolf & Wynn》 是啊 是啊 即是真的穿黃黑帝服的《Wolf & Wynn》 所以他在這裏就有人漏了一條線 如果《Wolf & Wynn》回來 他也可以是另一個世界的《Wolf & Wynn》回來 是啊 其實是的 而且自從這裏已經玩過 其實那個時間線 多元宇宙已經混合了 即我們看到《Touch Ring》 一向那個東西只能夠 去不同地點 即是叫做瞬間轉移而已 一向要去多元宇宙 就要靠那個美國 要打一顆星去見 是啊 那這陣子就不一樣了 根本都撈亂了 變成了 都不猜測了 看這些都 總之 他的設定 有可能我們的《月光寶俠》 都嚴謹過他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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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我純靠記憶 沒有查證 我記得《龍根》是一半月未來的 因為當時說X23 《龍根》的時間應該是2014多年 但是現在《死士》 理論上《死士2》的六年後 說他做了買車 然後再有時間管理工去 其實也不是這樣一年 不會在這裡 會有現在的死士 在那個墳墓櫃 當然你說 從他穿越到未來櫃 你自己補完 但是理論上 炒了一碟 也有些時間上 也不是很適合的 你問我 還有有人問 HAPPY的建功 究竟是Avenger三之前 還是之後 沒理由 你在三和四中間 對於這個建功 想做Avenger 應該是三之前 我可以理解 但是三之前 理論上 《死士2》也沒有 即是那個時間點 也不是《死士2》的時間點 理論上 不過這些都不用這麼執著 看這些戲 因為他無緣無故去六一六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理解 他有說明是不同的宇宙 無緣無故去Avenger 復仇者聯盟到 建功 沒有理解 沒有理解 唯一說 現在這個 是什麼 1005 1005 就是X-Men的宇宙 對 然後就叫他 加上了 沒有理解 一定不是加上了 其實他有寫到 那個字出來 說他去了第二個宇宙 有打個號碼出來的 但是他沒有說他為什麼去到 他不解釋 是 是 他是不是怕有筆 所以免得解釋 對 對 類似 整體都 看一看過的 都叫做難得 超級別的電影 再次受到觀眾關注 你看到影壇 之前荷里活電影都約了很久 其實這陣子都幸福的暑假 龍捲風也是值得看的一套 這陣子也不錯 上個禮拜龍捲風 這陣子已經死事與狼人 之前也有 Inside O2 拍三套大電影 今晚暑假就 上中下三路 裝難片也有裝難片 三級片串嘴也有 兒童向的合家歡也有 Inside O2 希望可以吸引香港人入場 其實我突然有一個疑問 因為在十年孖火裏 他告訴我們 很多時候美國的大片 在五月和六月就已經有 但是其實由去年和今年 我們發現 好像暑假的票房 比五、六月好 但是在我以前的認識 其實我小時候 暑假才是 他們 賣片才是票房更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 近這十多年 為何在五、六月已經是 大片開始狂在那個時候出 是啊 暑假以往厲害 因為有動畫電影帶動 全球 都是你有動畫電影店的份額 你暑假的合家歡也很厲害 還有以往往 有難不計 Star Wars一定是十二月的 阿帆達也是十二月的 很多大片 他們會避了暑假動畫 那一堆 比如說以往甚麼蜘蛛和Sony的蜘蛛 都是六月上的 六月中便會上 原來是避卡通片 所以變回了六月 卡通片沒有辦法 匣不要多加歡 多几张票 在我们的华人就是五穷六拙 翻身 在我们的买票房来说 从来五六月是比较差 但今年突然有一套狗人城寨 奇怪 因为他做得久 他从来都不是五六月 但从之前一直带到过来 还能收到现象级的电影 就没办法了 你说回来这套 我估计香港票房都分分钟 我估计打底都过五六千万 他之前都五千多万 如果死事一到四千四 第二集好像是高一点 是高一 那时候是打破了色界的记录 那时候死事一是史上最高三级票房 色界都四千九百多万 是啊 所以那时候死事是厉害的 但是二是厉害的 因为票大家就很难 香港很靠品牌效应 通常逐集的票房是好些 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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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厉害的 是厉害的 是厉害的 官府现在的走势 首日出迷全世界 包括台湾 北美 网上 我觉得全部都一致很明 我相信他一定都爆了 不过你说是否爆到神作去到可以 Marvel Genus 那么厉害 救了整个MCU第五阶段 也未见 因为始终我打算他可以很成功 他将X-Man的角色出回来 融入了MCU 但他其实是做不到的 他反而是很成功致敬 FORCE二十世纪 FORCE之前这二十年的所有超金英雄 都回来 都可以的 他有另一个形式去做 有可能他觉得之前X-Man也有点玩烂了 不如走另一个方向 我们猜不到的方向 而且我想说 这是一套三级片 而且他这样打架 我想女性未必喜欢这样看 而且始终你三级 你无法合家宽 最正常 亲子客已经无路 因为Inside O2起码都三张 最少三张 最少三张 父母、父母、家、小孩 分种大麻烦妹入场 四张、五张 周不时 还要分钟拍两张 小朋友会再看一次 这一套已经没有了一群客 你也说得对 拍那一刻 有些女性不太喜欢打架 不断说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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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差不多了 一分钟了 有没有最后补充 哇 都差了 好电影 大家入场支持 这一套 我觉得 異气论气 未必真的要入场看IMAS 反而龙卷风 真的可以去看IMAS 这套电影没有用IMAS拍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如果IMAS就不太好 是啊 不太好 普通电影都可以的 而且不是很恐怖 而且很多都是嘴炮笑的 普通电影都应该满足到 我看4DX 因为我贪欺了海报 但是呢 就震到我飞气 哈哈哈 好了 就这样吧 谢谢 看看我们有什么东西的电影 我再找你一起谈 谢谢 拜拜 拜拜